还有一个小时就得接新媳妇了 这时间真是来不及了 这样吧 我去接新娘子 哪有老公不接儿媳妇的呀 那你说怎么办 行了 咱也甭争了 就这么定了 我去接新娘子 你在家继续打 找到以后让她尽快赶到菲尔那儿去 不就完了吗 万一她要是去上海了呢 我就在婚礼楼上我跳下去 我摔死丢不丢人 我去了 你这孩子 都是你怪的 孩子暂成什么了 公民大事 这么大事 一来就小就给我回来 来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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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说 我说你怎么来了 那你 你 我们家姑爷你儿子怎么没来 他怎么不来接新娘啊 亲家母 实力不同俗 我们老家的规矩 那 那都是公公来接的 什么规矩 我怎么没听说过 没 我也没 那怎么办 非 非会儿 赶快去非会儿走吧 我 我们小祸 小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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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琪 我们分手吧 祝你幸福 喂 儿子 妈 我的活祖宗 你去哪儿了呀 妈装装找了你一宿 我给你拨了一宿的电话 你在哪儿呢 儿子 我现在在公大建国饭店的 你爸都替你去接媳妇去了 你快点回来吧 我不想结婚了 你说什么 我爱的是白晓鸥 不是贺菲尔 婚礼取消了 你胡说八道你 你赶紧给我回来 儿子 儿子 喂 小鸥 你在哪儿啊 机场 小鸥 我爱你 你在机场等我 我要跟你回上海 我要跟你结婚 你等我 贝儿 来来来来 走吧 走走走 佳琪呢 佳琪啊 佳琪在酒店等着呢 走吧 走走走 你等等 等等等等 喂 老敦 老敦 儿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也不知道哪个神经答错了 他说他不结婚了 说他叫我爱白晓鸥 他敢了 他现在就在攻打结婚犯件呢 我 我知道了 这这这事我来处的 你不管了 好好好 出什么事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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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店等着呢 贝儿 走 上车上车 走 你坐坐坐坐坐前面 小心这点啊 对 来 清淡沫 您 您坐后面 您坐后面这个 没事 您坐后面坐后面 坐后面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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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快快快 哎 上车上车 关门 展琪 你还想干什么你 这天什么日子 你知道吗 你看 对啊 我已经和这个女人领结婚证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找小黄 你还追ang 我一直在偶像 我一直在偶像 我不是想搞我 我一直在偶像 我就是为我 来了吧 还没来呀 几点了 先来 快开始吧呀 嗯 儿子 你怎么才来呀 去哪儿了你 赶紧把衣服换了 快去 赶紧的 妈 您问一下 王欣颖在吗 你找她 对 跟我来 真好看 真好看 你怎么不高兴啊 该不高兴的是我 你知道吗 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没把自己嫁出去 你胡说什么呢 你不是有苗子吗 别提她了 我每次一跟她提说结婚啊 她都跟我打太极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佳琪的婚礼有点草率啊 你别再这时候说这种话啊 今儿可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你得高兴 得笑 好 高兴 高兴 王欣啊 有人找你 姐 小蕊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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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就是新娘子吧 真漂亮 谢谢 谢谢 恭喜恭喜啊 谢谢 你怎么一下子就找过来了 在门口苗哥带我过来的 你们俩怎么一块儿进来的 你们认识啊 熟 熟得不得了 一分钟前刚认识的 苗子 这就是我童屋 小蕊 猜到了 这位就是苗子哥吧 我总听盈姐提起你呢 没想到今天一见 本人这么帅 跟我盈姐啊非常般配 苗子 苗子 我出去跟你说点事 我跟苗子说点事啊 走 说点事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新浪官吧 对啊 挺帅的 这什么事你得弄的 苗子 一会儿婚礼开始了 你得给我省一环节啊 什么环节 我把结婚戒指给丢了 丢哪儿了 我把她带白油说上了 你昨天晚上 你真跟她 不是不是 你 你怎么当断不断呢你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吗你 我让你来教训我来了 记住 一会儿千万不能够 互相交换戒指这环节 知道吗 不知道 德哥你别玩我 就是你干了 你媳妇也不能干 你媳妇干了 你父母也不能干 你父母不干了 你 你的丈母娘你也不能干 你丈母娘干了 我也不能 那怎么办 不然戒指拿不出来 不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我着什么急啊 我着急这戒指 不能自己张腿跑回来 那跑不回来我急什么呀 你什么人哪你是 妙子妙子 我不管啊 今天白晓鸥就要回上海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戒指给我搞定了 不 大哥 你什么人哪你是 喂 谁啊 还睡呢你 你跟老邓说一声 婚礼我就不过去了 我喝多了难受 反正分子钱我也给了 我不是让你来婚礼现场 赶紧给我去机场 你去机场干嘛去啊 把戒指给我抢回来 啊 什么玩意儿 什么 结婚戒指 怎么戴白晓鸥手上了 是啊 这不都是你弄的好事吗 死胖子 我告诉你 今天戒指你要拿不回来 老邓这关就过不去 你就别想好日子过 行行行 你别急啊 我这就去 所有人都在等你 等你的戒指 我将来 亲家们 哎哎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苗子妈 这是苗子她爸 你好 这是新苗子的妈 好 好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吃菜 家琴妈 你看看她今天穿得多红啊 知道的呢 是你儿子娶媳妇 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她是喜障子呢 穿这个喜相 是是是 是的 什么时候吃你们苗子的喜酒啊 别再拖了 到时候是像人家说的成圣子 我们家苗子做事情可有分寸了 什么时候忙工作 什么时候找对象 什么时候谈恋爱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不像有的人 突然来一个什么闪婚 弄得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 好多妈什么时候不高兴啊 没有没有 对不起 我不会说话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就得不得自己 再多多妈 located 儿子 老大 譬如 愚愚 啊 到哪儿了 动车 动车你不会下来跑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再有一个把戒指带来 哎呀 什么戒指 很重要的吗 赶紧再上台 对对对 好 欢迎各位来宾 来到今天我们的婚礼现场 首先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这对新人 那么下面由我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新郎 他是一个英俊潇洒 年轻有为 玉树临风人见仁爱 车见车仔的大帅哥 邓家琪先生 大家好 下面呢由我来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温柔可爱 美丽大方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贺菲儿小姐 那么好 我们下面的婚礼正式启动 开始 你们一定特别想知道 这对新人是怎么认识的 那么由我告诉你们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的早上 新郎新娘风风火火闯九州 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我和蒋公子的陪护下来到了那个神圣又充满纯净的地方 他就是民政局的门口 忽然一声鹤令止住了我们欢快的脚步 也就是张阿姨当时太过于激动 忽然心脏病发作 一团混乱之中 对 这会儿贺菲儿的出现 他大喊一声 让开 让开 我是护士 你怎么来了 还好你没进去 我以为你进去了 邓家琪呢 老邓结婚去了 结婚 邓家琪个骗子 他每次都让我给他机会 他给我我机会嘛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回去告诉邓家琪 我们完了 彻底完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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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小豪 那个 戒指你不给我 他怎么结婚啊 脚 戒指 你回去告诉邓家琪 这个 是他欠我的 是他欠我的 别走啊 小豪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是又一次 当时啊 这个新郎的父亲 是文化局的邓龙先生 不小心把腰给扭伤了 要去小区的医疗站做那个护理 走到小区的花园的时候呢 这个倒在了花园里 又是那一个声音 让开 让开 我是护士 又从天而降 这是邓家琪欠我的 哎哟 你说这多聪明的女人 她碰到感情上的问题 她也都变得魂不讲理了 哎哟 话说回来 男人也一样 哎 可是这戒指我哪弄去啊 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是 嗯 天上无双 地下无对 这个 哎 你说的可真都累的 要我说呀 我们的新郎和新娘 可以说是过着 这些童话和王子般的生活 而且呢 他们有着非凡的缘分 这一见钟情呢 这种事一般都只能出现在 电视剧里边或者小说里边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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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 我知道 那这个可能是我今天 看到我这么好的朋友 他结婚我太激动了 所以想多说几句 那个下一项是新郎新娘宣读爱的誓言 然后 然后交换戒指 又你别掺了你 对 那么下面咱们宣读爱的誓言吧 你看苗哥 你比新郎官还紧张呢 你跟那个样子 他反应不对 贺菲儿小姐 你愿意嫁给邓家琪先生吗 不管贫穷富有或者疾病 都不离不弃 我愿意 声音太小 我愿意 还是太小 我愿意 邓家琪先生 你愿意取贺菲儿小姐为妻吗 不管贫穷富有或者疾病 都不离不弃 我愿意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该开席了 大家都饿了 我知道 其实我也饿了 但是今天看到我们这段新人结婚 我太高兴了 我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 那份激动的心情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唱一首歌 唱一首什么歌呢 今天我要嫁给你 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愿意跟我唱这首歌的 我跟你唱 我跟你唱 快快快 唱什么歌呢你这是 叔叔您也唱啊 唱什么唱 你得往下进行 邓叔 你听我说 听什么说 你说得太多了你 好 那个下面新郎新娘互换戒指 好 你得戴戒指 好 下面呢 新郎给新娘戴戒指 好 你 干嘛呢你 戴啊 戴啊 戒指了 戒指呢 戒指 戒指 你先生真的没有戴戒指吗 留意悬念 大家快看 原来是新郎 给新娘准备的一个惊喜 实在是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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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轮 走 走 走 那做什么戒指啊 那么大个 没事吧 那戒指怎么那么大个啊 我们来给新娘姑姑掌 谢谢大家